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吧 抢人家老婆 然后在酒里面撒尿 还酿出锅好酒 流氓文化能酿出好酒 那太牛了 这就中国文化的特点 那到后来英雄呢 也是流氓吗 流氓英雄 流氓 谁是流氓 李连杰还是那个陈道明啊 这个流氓英雄最早出现在中国营幕 那就是那个香港的那个上海台 在这以前英雄人物都是永远是绝对正面的 但是到了这个上海出来就复杂了 他继续黑社会的同时又有这个豪侠的这一面 这个儿女情长这一面 对于人性的这一面 他变得很复杂 就是流氓加上英雄 他又是流氓 但是又忠孝仁义的 什么一大堆的 但是我还听人写过一本书 说是什么流氓治国呀什么的 对 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流氓文化 他统治就有统治性 就流氓文化具有统治性 你比如说我想起好像说刘邦 刘邦 朱元璋这些都很典型的流氓皇帝 流氓皇帝 好 那今天啊咱们还不是说电影 咱们是说说这个作家圈 你们都是出书的人 对吧 作家圈里有没有流氓现象 这个咱们也可以说说 因为最近呢 甭说流氓 至少出富豪了 中国作家富豪榜 搞了好几年了 你听说了吗文道 我知道 现在是这个八年后的作家吗 郭景明 我打听打听 挣多少钱呢 说是一千三百万元的版税收入 还是蝉联冠金宝座 比他去年还多两百万 然后这第二名呢 就是那郑元杰 上过咱们节目的 第三名叫杨红英 一个是一千一百万 一个是九百八十万 富豪榜 第二三位 那就是中国作家富豪榜 一时机起百成浪吧 文道这个怎么样 可是我对这种榜的计算啊 首先那个计算方法 有点保留跟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 我也看到这个榜 他这个榜的算法 就是算版税为主 跟稿费 但是问题是 到底你能不能够这样子 来计算一个作家的收入呢 我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演艺人员 像一个电影明星 你怎么去计算 谁的收入高呢 你只算他的片酬吗 还是加上他的花红 要不要加上他的广告费呢 他做的活动费又算不算呢 那为什么那些费用 也应该算进去呢 因为那些都是界外收益 那是等于是 因为他演电影 他演电影有名气之后 人家才找他说 广告代言人 才去出席活动 对不对 所以那些钱也是有关的吧 你这么说 我觉得我的界外收益太小了 我一直 我一直没能明白 你不是说你不计较了吗 我一直没能明白 我说我跟别的主持人 有什么不一样 你这一说 我发现了 他们这个界外收益 都比我多 本质产品 我就拿公司 就是界内嘛 对啊 没说 你对凤凰太忠心 但你看比如说像作家也是 因为说郭敬明这样子 他是靠写作 我知道他收入很高 但是比如说他写作以外那些收入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他写作有关才有的收入呢 举一个例子 像你比如说像余丹 就复杂了吧 余丹的收入 他到底他那些光碟算不算 他百家讲台那个做电视节目又算不算 我昨天才碰到余丹嘛 他就是说他现在 他很多有些盗版的 那都没办法算了 那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你如果 除外演讲的费用也是很高的 对啊 比如说作家人家会请你去演讲嘛 那演讲的费用你算不算 而且现在这个人的脸谱啊 都这个多面化了 您说这个郭敬明是吧 他是作家 但是我感觉他另一个身份的还是艺人 最近还有说他签约什么一个什么娱乐公司嘛 说签约 说签约费传出来也是什么200万什么的 也说他 你像你对这个80后的这些个 弄潮儿 您有什么认识啊 说老实话 我实际上是跟他们有很大的代沟 就是对他们了解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就是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下 网上去 因为这些网上都挂着他们小说 看一下 基本上是看一页两页看不下去 那是不是因为咱们上岁数呢 有可能就是咱们都老了 是吧 阅读趣味落后 但是我可能还是有一种就是坚持一种精英阅读的这种习惯 可能这种习惯妨碍了我 我不知道 就总之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趣味跟他们趣味差别太大了 你看哈 这个这次这个榜主还特意声明说这个富豪榜啊 叫做非关文学 事关无关文学 事关娱乐 那就是人把自己摆清楚了 就是娱乐 对你像对郭敬明啊 我收集一下 我说财数学浅 我没看过他的书 但是呢 我听几个方向上对他的看法 比如说有的人是说 说这叫作家吗 还有一个人这个骂他 昨天还有人跟我说说什么翻开他的书里边都是名牌都是品牌 看见一堆品牌 对吧 但是呢 还有一种人呢 似乎这种人呢 是主张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啊 强人哲学 或者说是那种弄潮儿 就是说他这个人呢竞争力很强 成功哲学 成功哲学 就经营力很强 比如说你看这个郭敬明 他这个经营啊 他不光是写一个书那么简单 整个出版 简直就是一个产业链 所以他能做这么大的盘子 说这个也是一种新现象 也值得 佩服 实际上 严格意义上 这不是一个文学 它已经是一个大文化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把整个的商业链 全部操作起来 我觉得这跟原来传统作家的这个 是完全不一样的 传统作家实际上是用很低廉的那个纸和笔 鲁迅讲 我就是那个 那个金布焕一毛钱一只的笔 就是用这个东西 他的成本投入是很低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这个书写 而且没有这种炒作的这个后面的市场的这个炒作 广告 这一系列的运作 他自然通过他的读者 自然的流传 慢慢形成他的这个读者群 这个是过去都是很自然的发生 而在这个我觉得 就是我们讲 晚期资本主义 或者叫资讯资本主义时代 炒作变成了一个 作家或者说一个文学类艺人的这个成员 文学类艺人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文学类艺人 以文学为核心的这样一种研绎的这样一种事业 所以我称之为不叫他作家 我觉得这个应该更早 更准确定义是文学类艺人 所以他会去研绎 这个跟作家过去是不同的 而且现在的文化产品有一个特性 就我觉得现在的文化产品本质上 如果从商业上来讲 要成功的话 他应该是一种很容易越界的产品 什么叫很容易越界的产品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好莱坞 我觉得是最明显的 好莱坞那种产品 比如说像魔界 或者像这个哈利波特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产品呢 就是他一做出来的时候 他就没有打算把它变成很纯粹的一部电影 或者只是小说 或许罗琳在写哈利波特的时候是很纯粹 但是后来呢大家会发现 小说应该怎么写呢 就是尽量写成那个结构跟人物 使得别人很容易把它改变成一个可以玩的游戏 像电脑游戏 改拍成电影 改画成漫画 把那个人物性格形象很鲜明 我可以做成玩偶 可以做成画册 所以呢现在经营文化产品 聪明的那种有创意的人是怎么做呢 就是我写一本小说 这个小说的目的 不只是要写好它 让它好卖 小说呢迅速的衍生出一部电影 一部动画片 一个电视连续剧 一个电脑网上的网游 那么就不断的蔓延出去 所以你在创作的是一种 一系列的链条产品 这个我刚才呢跟这个大可兄还问他 我说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小说 红楼帽 这是说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东西了 还是说现在只是一个暂时的混乱时期 他我看您的观点呢 基本上就是认为可能这种媒介啊 确实将来不一定就会有了 就是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 可能渐渐就没有 但是呢 说是这个文学的灵魂呢 会像水一样渗透到很多方面 比如说他就提到那个指环王 你都认为那是很好的文学 黑客帝国 他就是个文学作片 他不再是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这个 他这个电影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我文学的灵魂完全进入到这个东西 他不过是找了一个载体 就像我们这个一个灵魂 找了一个寄生的一个一个一个生区一样 他找到一个新的 新媒体的这样一个生区 然后在这里重新的复活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这边 他这个他过去的那个皮囊 他在萎缩 在在腐烂 但是这边他完全获得新生了 我觉得文学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不断的在前进 对 一个古老的幽灵 他附体了 附体在现代媒介上 对 不过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你刚刚说到那种文学 他会不会现在变得不同的模样出现 你刚提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 就一个说 郭敬明的书翻起来很多品牌 我注意到就是有这么一种的作者 其实你记不记得以前魏惠 还记得吗 他在写上海宝贝的时候 他写了很多大量的品牌 就很多品牌 我觉得这种书写的方式很有趣 就说有的小说家 或者有的作家 喜欢在文章里面 文笔里面贯穿很多品牌 这个品牌代表什么作用呢 第一 他能够让阅读者呢 得到一种认同感 就说我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读者 我看这些书的时候 里面出现一些高档品牌 我为什么会有快感呢 是因为首先我发现了这个品牌 我知道 我认识 所以透过这本小说去证明 我是个有商业文化涵养的人 我懂你在说什么 第二呢 就是这种写作方法 对写作者来讲 是这种取巧的塑造人物的 跟情节的方法 你传统上 你想想看 你如果把这些品牌全都去掉 你怎么去形容一个人 他的某种的性格 他的口味 他的倾向 很难 但是我用品牌就容易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于某些品牌 已经有固定的印象 就比如说你一个人开车开个大奔 那就肯定是个富豪了 肯定是个很喜欢装货的大奔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这些话全都省了 我就用一句 我说他开大奔而来 这就很方便了吧 对 所以那是个 我觉得是种取巧的写作技巧 而且说白了 现在不也都是这么看人的吗 对 看人开什么车来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关于文道说这品牌 我也听到过 一老一少 两种 一个是你有交往的韩寒 80后的 这个韩寒骂郭敬明啊 是一个相应成趣的这么一个现象 那么我就记得韩寒说郭敬明 就是说 他写的那个人的 上海人的那个生活 那大概意思吧 就是说有多少人真过这生活呢 我怎么觉得 那都像是什么人的生活呀 然后呢 郭敬明有辩解 说 我觉得 那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去星巴克咖啡喝 这年轻人 这不是很平常吗 为什么不能写呢 这是一哨 还有一老 就最近请问这个王猛老师来做节目 我发现王猛啊 他也真是就是这么大岁数 但是一直是个学生的态度 他对这个八年后的这个作家 他就觉得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包括说郭敬明啊 他就说这个 你看他的经营能力 很惊人呢 对吧 但是他说 提一点微词 他就说呀 他说但是我有时候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够满足 就是说现在这有有些把这个年轻作家写的这个小说或者书啊 就你呢 我觉得我总看不明白 他是在中国生活呢 还是在日内瓦生活呢 还是在奥地利生活呢 就说就好像 是不是在脱离这个土地 是就是说 说现在人是过这日子吗 是真的吗 他会有这么一种疑惑 其实这个卫会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了 卫会的这个上海宝贝完全是他虚构的 他不是他真实生活 这就是他对所谓现在性生活的一种想象 但是这种想象他靠什么来支撑呢 他有两个支撑点 一个支撑点就是你讲的那个名片 就是品牌 品牌 这是他的一个符号 他把这些符号堆积起来 显示他是一个时尚的一个读本 这种时尚读本确实就像文道讲的 就是他能够跟读者产生一种共鸣 是吧 人们通过他小说 这个能够获得一种一种 这个共同的认知 第二种呢 他是 卫会很有意思 他是第一个直接的写性生活的女性作家 对 但是之前写生活有没有男性 甲平蛙 这个废都 或者是其他的王小波 他直接写 王安逸好像也写性生活 没有直接的 但没有像他这么写 齐落落的写性 性爱的描述 性爱的直接的性爱的描述 还有性生之气 包括他的形状 对 那个王小波 我没看过 这都是以前的这个男性作家了 因为当女性作家他有一个羞耻感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障碍 而到卫会他突破了 而且他有一个理论就是说 是男 这个 在中国吧 就是他就觉得 他有两个男朋友 一个男朋友是西方人 他不是太爱他 他做爱很好 还有一个是中国人 他很爱他 可是他做爱不行 怎么这么采灰中国人呢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于后现代解放了的中国女性 对中国男性的一个基本评价值 在澳大利亚有一个 有一个也是一个上海去的一个女的 他提出了一个二八论 就是中国男人八个不行 两个马马虎虎 基本上跟卫会的这个立场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所谓后现代的 就是女权主义 起来以后 他最早的攻击对象 就通过这种方式 来完成他自身的现代性建构 通过性来把男性打压下去 但是你看 郭敬明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郭敬明是什么 他必须反过来 对郭敬明不写什么性啊 或者这种东西 他的理由都感觉还挺有社会责任感 他说我的读者都是青少年的那个朋友 是吧 他说我自己啊 生活经历很复杂 但是我要整天给他们写什么 摇滚乱交吸毒什么的 不是对孩子们影响也不好吗 但是他提供的是另一种幻觉 就是这种小说呢 就有点像是 以前我们很多人诟病好莱坞电影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的人生活的地方啊 它不像是一个一般人生活 它也不附着在任何土地 他们就是一乡并饮的 天天过一个很中产 很小支 或者是高级社会的 上流社会的生活 那是用那些品牌 构筑出来一个幻觉世界 那么大家我们 我们这些没钱的 这小老百姓看了 你才会高兴吗 你知道对很多 你知道有个调诡 就是我们文学界里面 我们很歌颂 某些小说家 怎么样很深刻的 写出了社会底层的 什么什么情况 一般老百姓不爱看这个 所以我们已经是这么活 你还写这个 给我看干嘛 对不对 但是你给我写点 就是来点品牌啊什么 那我就才很高兴啊 畅销的书 一定是就是 我向往的 同时又很难达到的那种生活 你一聊错它 我就喜欢看 通常的百姓的心理 是这样的 这义银嘛 就是 富人的生活 对对对对 没错 就是这样嘛 而且呢 我觉得刚才你刚说 王蒙的那种观点啊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典型的一个文学家的观点 这个东西不在这个土地上 但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个问题 你写品牌 用品牌来构筑人物 有几种写法 郭敬平这个是一种写法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你看007 007的电影啊 是很傻的吧 以前看007的电影 他你就想世界上哪有间谍 像他那么高调 对不对 那个James Bond 一天到晚一乡并饮 开跑车里的一个乡兵 搞点美人计陷害 对 一天到晚搞这个吧 但是原来的小说很有意思 原来弗莱明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啊 他首先他要做的就是跟郭敬平一样 就是用品牌生活 去让当时英国在战后 二战之后 很苦的那阵子 让他们觉得 有希望 有希望 有个宣泄的地方 第二 他有个道理 那个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 007是一个永远觉得自己 明天是没有机会活下去的人 就詹姆斯庞德这个人啊 他永远对未来是没希望的 他是个很冷血的人 所以他坚持 每一顿饭 都要是世界上最后一顿饭 这么来吃 一定要吃最好的 很多人也是这人生官啊 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过 没错 然后所以他穿 要穿最好的 吃要吃最好的 喝要喝最好的 他用这个理由 来树立这个人物 那九点赞的注脚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 他就能自圆其说 是吧 我觉得这个 富豪榜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做这个榜的这个小伙子 他高中毕业 就没有读过大学 相当不错 一个很优秀的孩子 我跟他很俗 他采访过我好几次 整个富豪榜的这个色力 我跟他提了好几次 我说你不能单独的搞富豪榜 因为他会误导 人们对文学的判断 因为好像以文学的价值 最高价就是他能赚多少钱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是吧 我们讲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产业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你讲的现在是文学 如果是说 以文学类的文化产业 那你可以用商业来作为一个标准 可是他还是文学 他是一个艺术品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作家的实力 也就是他的原创力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 主要的标准 那这就难了 文无第一啊 所以后来就搞出一个 就是富豪榜之外 还增加了一个实力榜 是去年开始的 实力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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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呢做一个平衡 就是说今年也是这样 今年是延续了去年的那个实力榜 他没有做新的 但是他这样子还是做 试图做一个平衡 就是说告诉人们 衡量作家的 不是唯一尺度 就最高尺度 还不仅仅是一个商业 他还有其他的尺度 我觉得这样子多少还给社会 他不至于带来一个 很大的一个误解 但是这个朱老师 你这一片苦心 你看到我这传媒人 没有 我就没听说过这实力榜 被过滤掉 实力榜不好吧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就说到这种作家富豪 80后的这个作家 我也是听到过很多完全相反的意见 像一些紧守所谓传统文学价值的人 讲老实话连看也没看过 只认为那就是垃圾 昙花一现的东西而已 对吧 留不下来的 但是呢 他又拥有很多的读者 那拥有很多的读者 就又有人批判了 说咱们这个民族是个文学方面 这个阅读品位在下降 您有这担心吗 传统的品位确实在下降 而且不仅仅是文学阅读 整个的艺术品位 艺术趣味都在下降 绝对 就是我们的这个 包括这个 就是从日常生活的那种品位都在下降 这个下降后来到 日常生活的品位下降 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文革 就是那个时候是以粗笔为美 是吧 你越粗笔 越无理 越没有品位 反而是无产阶级的最高趣味 是吧 那个时候是以这个东西为最高价值标准 而这个以后呢 这个被打乱了 那么这么慢慢重建 其实到了九十年代末期 出现了小资 就是我这就是准中产阶级 我看上海就是大本营 就是上海就是大本营 就是很精细的开始 精细的过那种时尚生活 他也不很奢侍用他能够这个寻找那些能符合自己个性的这种又省钱的方式又去买了名牌 但是又把这些东西都能够通过那种混搭的方式能够满足自己的这种时尚的那种那种要求 这个时候开始了精细化的道路 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重新有了生活品味的重建 我觉得小资是功不可没的 然后现在已经后来 小资之后就中产阶级成熟了 中产阶级开始就带露了这个 从上的时候从西方重新引进了一些新的趣味 描述你的汽车 你的衣服 这个就是说 开始不是在盲目的崇拜名牌 而是说这名牌跟你的个性跟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合拍 开始做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在狮子而成